然後接起來呢 就形成plasmid 這個plasmid好之後呢 還不能表現嘛 所以就要放進hose裡面 所以要放進hose裡面才能表現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就叫transformation 把它放進hose裡面來表現出 所以最後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在沙漠裡面 不可以發亮 不可以吐絲的東西 然後我們今年的作品呢 就是光和菌造紙 因為光和菌它原本就會 對 但是它不會造紙 所以我們把會造紙的精度 造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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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造紙 造紙 對對 然後可以做出纖維素 所以我們用 利用光和菌做出纖維素 我們是直接要做出細菌纖維素這樣 那當然是它的產量夠的話 就會直接形成一塊纖維素的薄膜 然後那個薄膜 劇的水分以後就是 那個 BC 黑膜 就是 Bacteria Cerellus 那有白色的關係嗎 它經過後面漂白的工作以後就是白色 它跟一般那個紙的加工過程是一樣的 但是這是製成的問題 對 原料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種出一棵樹到做出一張紙 那跟 對 好像加工過程 所以它剛拿起來的時候是什麼 它剛拿起來的時候是 它是 毛玻璃的顏色 你如果一棵抗議現在出來給我上面 然後你放到我們下次 然後只會整個人有一棵抗議的那個 白細胞做公司 所以我去公司 你會去公司什麼機包 這次要跟別人說很好 你要設計那個抗議 喔 我們有時候會用 大量組的抗議的方式 然後現在有人走到一起簽個抗議 就是把人的愛情的抗議的進行方向 然後放到老鼠那邊 然後這樣一表現 然後把 因為老鼠抗議不同的主題 所以我們在把老鼠針對 癌細胞的人做得出來的那個題題 可以結合一個部位進行下來 加上人的後面的部分 所以它是人的抗議 就是老鼠幫你認識 他有韓國人 細胞的目標 用的那個文字 文字 文字